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浦口地区传承了四代 浦口位于南京市北郊 是金浦铁路线的最南端 西北面和安徽接壤 浦口文化在接受南京文化辐射的同时 也受周边地域文化的影响 徐氏毛笔以朗毫水笔为主打产品 用料纯正 制作精良 笔身平整 厚薄适当 清风亮顶 笔风锐利 毛笔作为中国传统书画的主要用具 其所涵盖的历史价值 实用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不言而喻 你做毛笔 它其实不仅仅是自说的 只是它是要用脑子做的 因为知语的东西好学 但是知语以外的东西就比较难学 很多做笔的人可能水平也很高 名字也很大 但是它不会像它这么细致 那我们希望像它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把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能够更好地传承下来 既有阳豪的这个那种柔韧度 那个出水量 另外一个也有狼豪的那种 那种挺静的感觉 所以我近几年来 很多的创作我都用它来比 毛笔 新石器时代已有雏形 至中华民国前的几千年里 它一直作为最主要的书写工具 传承着中华文化 徐氏毛笔并称我国毛笔工艺的优秀传统 从选料到制成 要经过八十多道工序 主要包括 一 选料 以黄鼠狼毛 羊毛 兔毛 马毛 猪毛 牛毛等为主要材料 二 配方 这是徐氏毛笔制作最重视之处 通过梳绒 切毫 切毫等步骤 把所需的各种动物毛 搭配组合在毛笔的相应部位 切毫有正切 斜切等不同方法是具体需要而定 三 主要制作工序 制作笔头 主要工序是笔料 水盆 截头等 制作笔杆 主要工序是选各种竹子 树木 动物牛角等 笔头与笔杆结合 主要工序是笔杆结合 主要工序有 装套 教义传神 齐 只笔尖润开压平后 豪尖平齐 豪齐则中如空隙 运笔时万豪齐力 圆 只笔豪圆满有枣 毫毛充足则书写笔封圆满 运笔自能圆转如意 剑 即笔腰弹力 将笔豪重压后提起 随即恢复圆状 徐帝全出生于毛笔制作世家 从小学习制笔 记忆精湛 他理念独到 主要承接中国书画界 名流定制毛笔 广受赞誉 但由于制作毛笔工艺比较复杂 利润较低 以及电脑的普及和书写习惯的改变 毛笔市场大不如稀 前景不容乐观 为使这一古老记忆传承下去 2010年 徐帝全的笔装注册为徐老三 目前 除自家人全部参与毛笔制作外 徐帝全还带有五名学徒 传承毛笔制作记忆 2015年 徐帝全将整理徐氏毛笔生产工艺资料 建立徐老三毛笔制作工艺流程档案 并将扩大宣传力度和招收传承人 确保徐氏制笔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人